财阀的世界真是魔幻了 厚着脸皮邀请穷女孩陪她参加聚会 可当女孩胜中出席后 却又因为穷女孩不小心出了一个洋相 影响到了她接待的一个中国老板的心情 就狠心把女孩独自丢在了一旁 看着财阀这无情的举动 女孩真是后悔死了 原来起初当财阀邀请女孩参加聚会时 女孩原本既不愿参加 也知道自己没有财力去参加 可当财阀的前女友 无情羞辱女孩式的癞蛤蟆后 这个本来就刚烈的女孩 决定再怎么也要争口气 于是她抵押掉了房子 租下了价值千万的礼服 准备在这次聚会上 来一次愁小鸭变天鹅的奇迹 可财阀心狠的举动 却又一次让这个女孩认清了现实 自己最终也只不过是这些财阀 忽来换去的道具而已 可也许是老天都觉得 这个财阀太过心狠 要得财阀一个教训厂商 忽然间 这个韩国顶级的俱乐部 不仅停电了 而且整个俱乐部里 价值数亿的华为音响 竟然同时都发出了怪叫 看着这荒唐的局面 来自中国的许老板 彻底的生气了 然而 就在财阀只能眼睁睁看着 许老板愤怒的离开 自己的牵翼合作就要告吹之时 一手熟悉的中文老哥 却帮他止住了老板的脚步 我的思念 是不可处我的往 我的思念 不再是决体的海